就是我們關注的學生的學習狀況 怎麼在場態邊翻一下 三位民國87年開始 又實施上台本班 不過南大館一直到今年 這麼貼貼來路線 為了順利推動 本政府跟有處 主動來基盤撒民會 希望減少家庭的環路 是感覺到 那個當然那位長官 是在用上面的命令壓力 你們很辛苦 可是我們所感受的是 你們也用行政這個命令壓力 無比讓我們要接受的感覺 好 做好 有分班的話 我們要跟都市來比的話 我們才有那個能力去比 能力分班就是 大家的那個程度比較差不多 比較容易 大家學習的會比較有效率 然後老師也比較輕鬆 雖然知道上台邊翻的用意到進行 不過有家長也是有所依賴 他們要求更是建設的規定 也會配合措施來因應 中央的政策這是我們沒辦法去改變的 可是你要有配套措施 比如說 在教學方面可以分級 教學資料可以分級資料 管政府教學資料是 為了教學資料可以公平分配 上台本班是一定要做的 而且剛才有專家的輔導團 貼心老師教授的領域 以來進行分組的教學 教教學生的學習 國二跟國三開始的話 可以對音術還有自然科學 這三個科目可以分組學習 分組學習的話就是孔老夫子所講的 教育的基本精神叫應財師教 管政府教學有書也表示 他們接下來會在南大頂地區 繼續基盤社民會 再歡迎家長跟關心教學的民眾 做會再來參加 既然你明信 蔡宏博都 還是一個在話語體現上的問題 首先我要跟各位